公正党前党员拉蒂花接掌反贪会的争议还在延烧 虽然首相敦马强调这是他一个人的决定 并没有在内阁讨论过 但是外界对于西蒙承诺跳票的质疑声浪是依然不解 未来首相同时也是公正党主席的拿督系列安华坦诚 在这件事上西蒙面对违背承诺的指控 而政府并没有妥善地向社会大众解释 虽然安华表明支持敦马的领导 但是他也公开的促请敦马 针对外界的种种批评给出合理的解释 拉蒂花受敦马委任成为反贪会新的掌舵 但因为他出身公正党的背景引起争议 公正党主席安华昨晚和夫人 也就是副首相望阿兹沙 在槟城巴东浦出席开斋节晚宴时 被媒体追问此事 他坦诚西蒙确实没有给外界一个合理交代 为了顾及民众观感以及对西蒙理念的坚持 安华夫玉顿马必须对外做出解释 如果我们不接受我们就要给了解释 为什么要不含了解释 所以即使能够支持或是不含了解释 我认为不含了解释 政府可以留意 我们给了解释 但是有些事情要注意 包括所谓的证明 和证明的证明 和证明的证明 我认为可以说 尽管公开要求敦马解释 不过安华强调西蒙依然支持敦马领导 安华还强调各党会通过内阁 或西蒙最高理事会等内部管道来要求解释 而在敦马解释前 各界不应该妄下定论 安华强调眼前最重要的是如何确保国家机关更连结 更妥善运作 赢回民众对政府的信心 对于拉第花社委 安华则说他对拉第花有信心 认为对方一定能带领好反弹会向前迈进 NTV7综合报道